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专家汪锦铭 资深股民在今天邀请到赖妈妈 大家好 赖妈妈做股票做多久 三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了 据说你是全职的股票投资组 你没有在上班 没有 那你得到什么心法吗 要跟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上班好很多 比上班好很多 据说你的心法是有赚就要跑 对 所以你是做队 我都做蛮短的 金卡 短线高手 我们来看一下资深股民在妈妈 她现在手上的持股有1589的永冠KY 现在大概成本就是在今天收盘的这个附近 这应该也是做短的 这是我今天才买的 这是我今天才买的 今天才买的 还有鸿海成本在80 今天收77.6 以及她买了00878国泰永续高股席 这应该是长线要配股配席的 目前是 目前是 连这个你要做短 我们等会再来 我们等会再天天来 妈妈到底有什么问题要请教 不过我们先来看 在今天我们的护国神山稳住正角了 台积电砸千亿采购30台EUV 远胜三星等于直接KO三星 也因为台积电是艾斯莫尔的最大客户 8月20号 一件让全台湾人都非常开心的事情是 艾斯莫尔在南科设了一个技术培训中心 而这个技术培训中心 已经在8月20号节目 换句话 台湾将成为艾斯莫尔在荷兰之外 最重要的基地 对 这几年台积电光是像艾斯莫尔 就采购了30台的EUV 一共花了台币1000亿 比三星的20台多了好多 所以艾斯莫尔究竟一定要把这个 超大咖的客户台积电 给伺候得很好 所以阿冠提到了 就在南科 在荷兰总部全球以外 第二个全球EUV的技术培训中心 我们看多厉害 这个技术中心 这个耗资1350万的欧元 大概台币就4.7亿了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实体的 这些模组 然后更重要的 每年有几千个小时的 培训的课程 他一年会培养 360位EUV的工程师 所以现在网路疯传 我们观众眼睛睁大一点 以后在路上看到这样mark的货车 你最好是闪远一点 好 网路疯传一张照片说 请大家注意 如果将来你在马路上看到ASML 这样标志的卡车 你如果要拆掉 你整四人背不去 对啊 撞到那个超跑 才跑一千多万 你就赔不起 这40亿 开玩笑 这里头撞到40亿 但是我们可能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进到这一个 艾斯莫引发中心 对 但是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 带各位去直挤一下 这个是2016年 艾斯莫用了台币一千亿的天价 购买了半导体设备公司 汉维科 作为股后 把它的厂房全部收购 那现在就做成这个全球EUV的 技术的培育中心 所以现在培训中心的地点 是过去汉维科的厂房 对 里面的话无程式 有这个EUV各个模组 现在它一个基础的课程 工程师去受信 大概就最简单的四周 但是工程师要实务 他学了以后 又回到自己的公司 然后又来学这样 完整的一个课程完了以后 还花很长的时间 一年半 一年半可以读一个硕士 对 就读一个硕士 然后他是小班只的 一班只有六个人 然后他每天就两班 下午班是下午4点45分 到凌晨的一点 凌晨一点 上课上到凌晨一点 那个半导体的无程师 也是要大业班 也要职业 职班 所以连下课都要入班 对 看这个工程师能不能受得了 克服这个时差的问题 那这个培训中心的话 其实他有红利 你想看看 今年疫情 你能出国吗 不能 不能 那你能挥到荷兰的总部去授讯吗 不能 当然也不能 所以刚好有这个EUV的一个 技术培育中心 台湾的工程师 究竟在这个地方上完课 哇 你看光这样台 那我们就超前部署了 对 光这样 是不是台积电 就技术更为领先三星 因为三星要派过来 可能很不方便 对不对 那我们究竟省时间也方便 对 那我们说艾斯摩瓦 为什么这么爱台湾 艾斯摩瓦在2007年的时候 林口厂就有 当时艾斯摩瓦这个 是基台的欢休 然后在台中的话 设了一个全球引力中心 这特别讲一下 这非常厉害 为什么 即使我现在美国 所以他在林口也有 在台中也有 现在在南科也有 然后我们现在 南科是培训 培训 台中是一个全球云运中心 现在假如说美国 美国缺了一个EUV的零件 那要调度的话 先要通知台湾 台湾再看一下全球的仓库 哪边有这个要的零组件 再来调度 然后送到了这个美国 那你知道一台EUV的零件 有多少 十万个 所以每天哪个地方缺零件 哪个地方缺零件 通通来找台湾 你看光是台湾这样 它那个地位多么的重要 所以台湾是埃斯摩尔EUV的全球调度中心 现在又是全球培训中心 对 不得了 但是我们来讲 埃斯摩尔如何崛起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埃斯摩尔是在 荷兰霍利普总公司下面的一个小公司 是一个小媳妇 从老板到员工 全公司只有31个人 他们是在那个 霍利普的总部的旁边 一个厘史搭起的板房 板房的意思就是说 容易安装 容易拆迁 你如果做不好 这公司没了 就临时搭建了 不必敢把你们盖 有点像组合屋 对 除了还有一个巨大的 欧洲的垃圾桶 意思是什么 你这个位置是最差的 你们公司就蹲在这个地方 埃斯摩尔的门口还有垃圾桶 不看好你 所以当时在荷兰霍利普的下面 像一个小媳妇 埃斯摩尔 但是这样不起眼的小公司 是迎来一个贵人 你都想不到 这个贵人居然是 台积电的工程师 叫做林本坚 林本坚 他发明了一个 近视的一个 微影光科技的技术 就是这一位 沉济式光科技 沉济式的一个 光科技术 然后拿这个技术 拿这个方案 全世界跑 跑到美国 日本 德国去推销 人家都受不了 说闭门根 不要来找我 还有人直接向他的老板 就是讲商议 讲霸 去投诉 林本坚不要来缴急 这些人很烦 就林本坚不要来乱 不要来 林本坚后来找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想说 我竟然就不怎么样 赌一把 这个跟传统以前 这种干式的 微影的技术的话 他不需要花到那么多钱 那艾斯摩尔就赌一把 赌了真的给他成功 还真的成功 你看2014年 他就第一台的样机就出来 就拿下了台积电 跟IBM的订单 2009年 这个赛摩尔 赛摩尔这家公司 做EUV很需要的一个 大功率的光源 所以整个EUV的技术 就更为完整 后来这家公司也很好 他是四年之后 人家就用非常高的 25亿的一个价钱把它并购 换句话说 你从事EUV的技术 都很好 你只要给它做成功 你不要看这小东西 哇 这个就很厉害 然后到了2012年 大纯去港 英特尔 三星 台积电 这个需要EUV来推进他们 这个金眼代工制成的 花了52亿欧元 1800亿的台币 入股了艾斯摩尔 那条件是说 你要优先可以 供货 只是为了拿到优先供货权 那这三家就要花了1800亿台币了 所以 为什么艾斯摩尔 对台湾这么好 为什么爱台湾 因为艾斯摩尔的崛起 背后的工程 就是台积电工程师林本坚 他跟我们台湾有非常深的渊源 所以我们回来看 在艾斯摩尔的全球研发培训中心 设立在南科之后 等于为我们台积电 注下了强心针 对 所以现在有一些外资已经喊到 536块 我们看它的这个推估的财报 好 我们来看为什么喊到那么高 这个今年的话EPS48 明年的话20 2022年23左右 所以你看 今年最高是466.5 以18块来计算的话 本益比就是25倍 所以我假如用25倍本益比 明年EPS20 你乘起来就有500块以上 这是合理的 但是唯一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它获利的成长率是40% 明年14% 2022年11% 这两年有点比较停下来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你的成长性越强的 本益比就越高 那你的成长性很低了 不一定有享有那么高的本益比 所以会不会536 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我们刚才讲 台积电相关的公司的操作 现在进入了高难度 有人讲说 这个八大联盟 这八档 世界先进 进精彩 创意M31 桓仙 汉唐 金鼎 红树 最看好 但我告诉大家 你去看那个K线 这一波台积电 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都没有跌破季线 今天还涨 季线就是这一条 你看这条 还蛮远的 还蛮远的 很远很远 但是那八档全部都跌破 其中跌破最深的就是 刚才讲的M31细致彩 我们看M31 来 继线在这个地方 419.5 跌破了以后 这个跌了一段 为什么 它的本益比40倍 所以第一个新华 不要以为台积电大联盟都OK 本益比太高了 还是要小心 这很重要 再过来 我们去看艾斯摩尔的K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艾斯摩尔 很厉害 艾斯摩尔的K线的话 从402 这是美元 跌到现在的372 只有跌7% 高点以来只有跌7% 但是加登是EUV的光照盒 我们看加登今天强烈 拉尾盘 但是加登从最高点339 跌到现在今天的收盘 跌掉24% 所以它跌得比较深 所以它是不是超卖 不是 应该就是说EUV 就是艾斯摩尔全部赚走 你在旁边坐 只是赚一点点的工钱 一头小力 好 这里面 艾斯摩尔以后委托6196的环线 到中国弹栏弹 组装 都负责他组装 所以我们看环线的K线 高点下来 有稍微跌破季线反弹 但是要注意 可能不容易再突破上次的高点 因为它的那个毛利率 只有差不多13% 就是说艾斯摩尔的毛利率是48% 因为他EUV 但是帮他组装打工的半宣 只有13% 你只有做组装 你不可能毛利率说40几% 你只有12% 所以现在台积电大联盟的股票 每个股票的位阶都不太一样 要仔细地抽策 好 那我们回来看大联盟的股票 这里头呢 最近比较热门的是 大家关心的是 精彩3374 对 这跟你说 台积电持有40% 所以3374的这个精彩 你可以啊 未来 当然这一波它也涨很多 但是我们看 它有小破季线 但是基本上 台积电以后高阶的封测 都交给了自己的公司 所以 只要精彩 股价角力以后 一波的下跌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买进 为什么 这是给你生 好 这个赖妈妈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逢低买进 逢高出 所以赖妈妈今天什么问题要问 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想要问一下 我的那个 今天买的永冠 今天买的永冠 今天才刚买 她就很担心了 不是 其实我发现最近那个 买风垫概念股的人 变蛮多的 你看像上个礼拜 那个美法师来 问我说那个9958 世纪缸可不可以买 我刚才说 就拉回100块附近 那你看 你发现世纪缸最近那天 股价还有107块左右 代表说这个风垫题材 还有在持续在延烧 那赖妈妈 我觉得你那个买永冠 虽然都位置比较高一点 但是呢 以中长线的角度来讲 风垫呢 它还是有这个 赖妈妈没有在做中长线 中长线 类妈妈是短线的 好 我跟你讲 短线怎么操作 因为今天你会发现 最强的是3708的上尾头控 对不对 上尾头控做这个 风垫页片的 那不可能说这个 风力发电只需要风垫页片 不需要这个风机铸件 那永冠是最大的风机铸件厂 那目前股价形态看起来 还是慢慢往上爬 那我建议你就注一个点就好了 现在在讲永冠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对 看永冠KY 对 永冠KY只要上个礼拜四的低点 94块没有跌破 你就不用卖 因为我觉得这几天 风垫提起来 应该还会再持续延烧 那你可以报一下 没有关系 好 来 妈妈 你最短做多短 最长做多长 有时候隔天就卖 最短是隔天卖 对 你有没有报比较长的股票 很少 但是据说你今天有买到台积电 台积电你报不住吗 台积电我从200多块开始做了 一路跑 一路跑是什么意思 一路赚一路跑 一路赚一路跑 一路跑再捡回来 再卖再捡回来 那你最后一次是卖在多少钱 364.5而已 那也厉害 你说你买在低 466 我卖464.5 你有卖到464.5 对 那天有涨停 还有 464 他有卖到464 那你刚开始是200多吗 没有 我那个是380卖的 380 然后有跑到464 这中间重来重去 重来重去就对了 因为我的习惯是 我手上有的股票 我8点半的时候 我会自己先挂涨停 先出 先挂着 那如果涨停可以出掉 探一个本冬季 对吧 探一个菜籍 如果是涨停没有出掉呢 没有出掉 因为我会去健身房运动 然后9点10分下课 9点去先溜出来 看一下开盘怎么样 看没卖掉 没卖掉 看情况不对 对的话就用市价出 我很少订价 那你赔钱的话 会不会舍不得看 不会 不会啊 因为我上礼拜砍掉联店 联店是赔钱卖的吗 赔一块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联店的现行 2303联店 所以你是卖在 我出在二四点几 二四点几 没有 我亏了 所以小赔一点点卖掉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赚到 那也是厉害 前面有赚到 后面赔点没关系 好 来 妈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鸿海 鸿海 好 我来看一下 因为我手上有 有鸿海 鸿海是买在80 因为老板不是讲说要200块吗 会来吗 想想就好 明明是做短线 还想问200块会不会拿 台湾股民其实对有一些股票 是蛮执着的 就有些像那个鸿海 都特别执着 因为郭东讲说200块 他退休前会到嘛 他现在退休好像也没有到 那鸿海的问题我来讲一下 就是说目前 人家郭台铭退耳不休 退耳不休 还是会有机会 我跟你講还是会有机会 鸿海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在说他目前面对到 是红色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最近的股价 你会发现他表现的是非常压抑 那最近看起来好像连这个季线 都守不太住的感觉 所以短线我建议 如果说你持有这个大概80块左右 对不对 那你就注意一下 因为郭董最近有在买自家的股票 7月份买了430张 买了多少 均匀价大概是84块左右 所以你就看 他8月份会不会继续买 因为他过去的冠军就是说 所以郭董买在84块 他最近这次买了84块 那他套住了 对 他也套住了 他最近是蛮疗愈的 对 所以我们知道郭董 也有10块的成本 对 但他最近这一次买在84 对 没错 那就看他8月份会不会继续买 可是这个数据是9月份才会公告 所以在此之前你就要看 上个礼拜四的低点 75块4会不会跌破 如果跌破我建议你就先走了 那你至于说鸿海会不会到200 我建议 不要想那些事情 对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7月份会想到200要做什么 来 賴妈妈 你现在手上一定还有资金吗 你现在手上一定还有资金吗 有 大部分都收回了 大部分都收回了 有没有想要问说这个时候可以买什么 或者你比较喜欢买什么 我比较想的是台积电多少 多少可以买回来 他想问台积电多少可以买回来 台积电多少可以买回来 我们看台积电可以起来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 目前看起来 这个跳空缺口在上个礼拜设的时候 回设的时候稍微补掉了 那补掉之后 这个K棒可以视为是 中继的一个转传讯号 因为它有了下引线 所以未来你就看 台积电通常来讲 它月初会公告营收 那它涨势通常是月底 到营收公告前 它可能会反映 因为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这个地方起涨 差不多有这个时间点 所以最近它整理之后 你可以到月底 接近月底的时候来看 如果说还是 这个低点没有被跌破的话 那我觉得后面 还是有机会上去 我觉得月底的部分 你就可以开始做布局的动作 台积电是 月底买 月初卖 是这个逻辑吗 公布财报的时候 公布财报的时候 公布营收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帮你问好了 这个时候什么股票可以买 好 我这样讲好了 你如果期待红海会到200 我建议你先看 宏家军里面 有什么概念股可以留意 因为我觉得 它的股性 会比红海来得活泼一点 因为未来 红海有没有机会到200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但是说 就要看它说 它接下来是往哪个方向做发展 未来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是有机会 拉股价可以翻身 红海 它有机会可以转型成功 哪两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简单来讲 过去红海做的是传统代工 这个情况 应该是要跟他做一个say goodbye 接下来 刘洋伟董事长要做什么 他要发展新的领域 是电动车跟5G 所以这个里面 我觉得 目前来讲 最有机会反应的是在5G这一块 因为 这两天 大家注意一个现象 就是说 在上个礼拜四 股价大跌过后 其实这两天 盘面上5G概念股 有一些已经涨上来了 我们来注意一下机场股票 你先看 3047的逊州 它是做5G路由器的 这些5G小型概念股 它最近是比较强的 你看看今天 今天股价是涨停板 对不对 然后你在看翅邦 翅邦 2345的翅邦 它做路由器的 今天涨了7%左右 然后你在看6285的起机 起机做小型基地台的 今天股价涨了6%左右 所以今天网通很强 今天其实网通很强 只是说大概没有注意到而已 那你看 为什么我看好231色台阳 因为它是鸿海集团 那鸿海集团 其实它最近有个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新闻的部分好不好 下一张 最近你注意到 鸿海讲的 我已经打入到 中国大陆的5G基地台了 那它的旗下 那家公司叫做复联工业 它目前已经协助 深圳政府 深圳市政府 它已经盖了大概 4.5万含的小型基地台 那它在这里面 它又提到一个东西 它说我现在最需要 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BBU 一个是RRU RU是什么 我们看上一张好不好 BBU又是什么 对 就是5G设备相关的 鸿海里面 鸿海里面 唯一有做5G RU 就是无线宽屏设备端头的 这个产品 就是什么 就是2314的台阳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接下来 鸿海工这一块的话 它会把资源 集中在这个台阳部分 因为已经 在协助大陆厂 大陆的部分 已经建了4.5万个基地台了 所以这个它目前是很缺的 所以它是最有机会受惠 而且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华电视前面有讲说 我现在盖这个5G基地台 影响到4G的收续 对不对 那台湾的5G基地台 是交给谁做 不可能是华为 它是交给这个 Nokia 还有爱立系 那Nokia跟爱立系 RU的部分 跟谁 跟谁买 还是跟台阳 所以你会注意 它不管是大陆的5G基地台 或是台湾的5G基地台 它都可以吃得到 那目前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K棒上个礼拜 是跌破之后 季线跌破 可是它这两天马上站回来 那这里 如果说这个地方平台 连线起来 突破的话 它是有机会强攻上去了 那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我们先看它6285的起机 K线形态 这两天很强 起机有没有注意到 连续两根拉起来 突破前高之后 就冲上去了 然后你看3047的迅舟 有没有也是一样 连续拉了两根 3047迅舟有没有 3047迅舟 连续拉了两根 突破之后再上去 所以我觉得 在5G概念股里面 2314的台湾 大家可以做个留意 也就是说 与其其带200块的鸿海 不如在鸿海集团里头的小金鸡 来思考 有没有机会 长得比较多 不过说到了鸿海 鸿海最近 大家都说 被力逊打得迷迷茂茂 怎么办呢 人家鸿海有自谋生路 除了刚硬亮说的 要做5G 要做自驾车之外 人家现在鸿海要做什么 要做Micro LED 而且Micro LED这个部分 他说很快的 我就要追赶上三星 还会打赶上三星 偶尿海 立下 开飞